欸真的很猛欸 我們幾個都過40以上了 你為什麼要把他講那麼老 他還沒有 我還沒有過40 你們一直這樣講 所以害我20幾歲就入選不老偶像 你現在坐公車 是不是已經可以約我靠前半了 雖然有人就約我打這個常青組 熟悉的5566回來了 2056 20週年演唱會 因為疫情延期了5個月 如今終於即將順利舉辦 大家最好奇的不外乎就是 5566是否會合體 有問啊 小刀沒問 但小刀不問他也是會出現 對啊 他應該是到時候大家來看吧 可以期待一下啦 因為小刀這個人就是 你看他就是常常這個 只有看到他出現一下下 但不知道又 為什麼最近又跑到新加坡去重商 對 然後就一下當藝人 一下又重商 我們不知道他接下來會是什麼角色 我們搞不好會看到他變燈光 因為他太多想要做的事情了 所以接下來會怎麼樣也不知道 不過小刀我們是希望他來到現場的 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還曾經認真的跟他聊過天 然後他跟我講說 他今年最新的規劃就是 他認真的想要回歸到營光幕前 那截至目前已經 現在是9月了 我一點這樣的感覺都沒有 所以我老實說也不知道到底他想要什麼 我比較感覺到他想要定居在新加坡 但人時在最近有沒有機會說 女兒在台上帶一適合分析 不好意思 這件事情我必須要帶為我女兒轉告 我女兒說人生就是這樣 錯過了就錯過了 上次沒來看的 這一次你們也看不到 對 這好 因為我就問他 我說你要不要再次跟爸爸上台 他講的這句話 我就人生頓時頓悟 因為上次沒看到 這次就看不到了 對 他就這麼一次 對 如果要的話 應該問問孟哲 你有沒有要請你的小孩上台跟他一起 其實我曾經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但他現在還處於一個 看到大家會太興奮 我怕彩盤兩分鐘 但是他在台上玩一個太興奮 變20分鐘 我剛剛在進來之前 聽到一個比較驚訝的一個話題 是他說Doreen要自己下高雄 我就說Doreen要自己下高雄 然後我媽會帶他 我沒有要給他高鐵這樣 然後叫他進去 沒能與爸爸通胎實在太可惜 徐夢哲日前夜迎接第二胎 照顧小孩治癒 邊準備演唱會 可以說是蠟燭兩頭燒 我每天水深火熱 然後就是在抽空來彩排演唱會 那我覺得雖然是工作 但其實是放鬆的 算是一種放鬆跟放風 對 所以說 好像有小孩都會覺得放鬆 不是 因為你可以focus一件事情 對啊 對 因為像我剛剛私底下跟他們聊 我現在就是大的忙完 忙小的 小的忙完再忙大的 然後同時可能在換尿部的過程當中 還要回復工作的訊息 就像昨天節目的製作人打給我的之後 同時小孩子在哭 他說 欸 怎麼辦 小孩子在哭 我說沒關係 你就趕快講 因為他一直在哭 我都在哭 對 反正我就是同時是這樣的身兼素子 但是我覺得這個都是很甜蜜的 孩子們絕對是甜蜜的負擔 至於5566是否會合體 大家就期待演唱會當天囉 完全原來的陳婷筠 採訪報導 好 問這麼生活的問題啊 我跟了我的鄰居約了在我們家頂樓 要烤牛小排 然後我叫了一箱的牡蠣 然後還買了兩斤的蛤蜊 就是這個 然後一些 中秋節的時候 天不辣 這禮拜五 這禮拜就中秋節了 對 對對對